上一期视频说到老爷子捡回一只小猫 当时小猫的身体已经被冻成了冰块 全身早已失去了生命气息 但老爷子并没有选择放弃 而是努力揉搓想要救回小猫 有粉丝问为什么不用温水浸泡 在这里我给大家解答一下 如果碰到小猫冻僵的情况比较严重 第一件事是把室内的空调温度打高 然后用手帮小猫揉搓身体 温水浸泡会有一定效果 但揉搓才能帮小猫恢复血液循环 如果小猫的血液淤积在血管里 感谢老爷子好心救助的扣999 在老爷子努力地揉搓下 小猫的肢体终于恢复了意识 但因为冻僵的时间太长 小猫恢复健康的时间需要很长 三天后 在老爷子的精心照顾下 小猫已经能在地板上随意奔跑了 这时老爷子家的两只猫 过来争抢小猫的抚养权 白猫虽然长得很漂亮 但是脾气非常差 对于新来的小猫他充满了好奇 甚至把小猫当成了可爱的玩具 吓得小猫赶紧躲开他去找救援 可白猫并没有打算放过小猫 非要粘在他身边玩耍 此时另一只梨花猫赶了过来 但很快白猫又把小猫抢走了 只要小猫想离开他的监视范围 他就会追上去把小猫按在地上 此时的小猫心里别提有多苦 真是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小猫想逃走却始终逃不出他的魔爪 梨花猫看不过去了 便走过来安慰害怕的小猫 可好不容易到手的玩具 白猫怎么会舍得送出去呢 他把小猫抱在怀里滚来滚去 猜不透他究竟是喜欢小猫 还是把他当成了玩耍的工具 梨花猫实在看不过去了 便搭着胆子过来争夺抚养权 可以看到白猫他立马就怂了 小猫在白猫的特殊照顾下拼命挣扎 终于找到机会逃出了他的魔爪 可白猫身体很敏捷 三两步就追上了逃跑的小猫 追了一天白猫终于筋疲力尽 趴在老爷子的腿上见周公去了 虽然白猫的脾气很臭 但他的颜值确实非常高 趁白猫睡觉的时候 梨花猫跑过来安慰受惊的小猫 他非常贴心地帮小猫清理卫生 面对他的关爱小猫也很喜欢 甚至在地上打滚麦蒙讨好他 同样都是老爷子家的猫 怎么区别就这么大呢 小猫跟公猫玩得非常开心 难道这就是来自猫爸爸的爱 在猫爸爸面前小猫卸下了防备 开心地跟猫爸爸玩着游戏 似乎在他心里 接受了这只猫咪做他的爸爸 而猫爸爸也非常有耐心 无论小猫如何吵闹他都不会生气 因为他明白小猫是个可怜的孩子 此时需要他给予更多的父爱 这样父慈子笑的场面太温馨了 也让老爷子终于放下心来 小猫终于有了疼爱他的爸爸 再也不是孤零零的流浪猫了 老爷子也过来拍了拍公猫 似乎在夸奖他做得好 以后照顾小猫的任务就交给他了 可幸福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白猫一醒就冲过来寻找小猫 厚着脸皮把小猫抱在怀里 见小猫不听他的他就拍打小猫 吓得小猫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好在他已经有了独立的能力 还学会了在猫砂盆里上厕所 看到小猫不理会自己 白猫抬高枕头在那思考 自己究竟是哪里做错了 为什么小猫就不喜欢他呢 你们觉得小猫为什么不喜欢白猫 知道答案的欢迎在评论里留言 想知道洞江小猫的后续 下集更精彩